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要来看的单元是极限与函数 那么在前一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函数的极限 在图形上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也介绍了它在符号上的写法 那这里呢 我们要进一步来讨论 利用图形实际的案例 可以怎么样看到函数的极限 好 首先我们先来观察 f 是s加2 跟g 是s-1分之s平方加s-2 这两个函数的图形 在前面的单元 其实我们已经看过这两个函数了 首先呢 我把f 的图形画出来 它是一条斜的直线 那我把g 的图形也画出来 其实它们两个在前面的讨论 已经知道它们不是相同的函数 因为g 在x等于1的地方 它是没有定义的 那除此之外 它们两个人在其他地方长得是一模一样 那这两个图形呢 对于函数的极限 我们在算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我们来看f 的图形 那这个f 的图形呢 如果我们想要看 在1附近的函数极限值 那我们就会想说 当你的x 值啊 请大家看哦 下面从0 往1 靠近的这一条绿色的线 当你的这个s 值 从0 往1慢慢走的时候 那你看到那一个 函数图形上啊 它的答案也会从2 慢慢的往3靠近 那这样子如果我从另外一个方向呢 比如说我从1的右边 慢慢的靠近过来 其实啊 你的图形也会从 右上方慢慢的往3这个位置靠近 也就是说 它真的会出现我们在前一个单元所说的 当你的x 值 慢慢的往1这个位置靠近的时候 那你整个函数的值也会往3这个位置逼近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说 f of x 在x 区近于1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 你就是直接把f of x 这个s加2的地方 用1去带嘛 你就会得到3这个答案 它真的会慢慢的靠近在图形上 会观察的到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函数的极限值 刚好就跟这个函数 在那个位置的函数值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每个函数都会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看 g of x 这一个函数的图形 那它的图形在1那边 被挖了一个洞 对不对 因为s等于1它是没有定义的 那我用刚刚一样的想法 我就从1的左边慢慢靠近它 我发现呢 这个函数值也会慢慢靠近 那个被挖洞的地方 然后我从1的右边慢慢靠近它 函数的图形我会慢慢 往那个被挖掉一个洞的地方 可是那个洞啊 是因为你的x不能带1嘛 所以造成你的函数值呢 在那边没有办法算 但是实际上因为你所谓的慢慢靠近 指的就是说 x不是1啊 那既然s不是1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上面的 x平方加s-2进行分解 那分解完会有那个 x-1啊 它就跟分母消掉了 所以你在计算极限值的时候 其实跟直接计算 x加2这个函数的极限值 是一样的 所以你得到的极限值仍然是3 只不过现在这个3 并不是你g of x 的函数值 因为在这个地方 g of 1是没有定义的 可是会不会因为它没有定义 极限值就不存在呢 依照这个题目来说 它是存在的啊 它会往3这个位置靠近啊 只是你函数本身没有这个值 所以它仍然是有极限的 再来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 那如果说有一个h of x呢 它的定义是这样 如果x不是1 那你就写的跟gs一样 那如果s是1的时候 我另外给它定一个值呢 叫做1 所以你看到的函数图形 就会像左下方这样 那这时候呢 我说x慢慢往1靠近 从右边靠近 从左边靠近 它的现象还是一样啊 它都会在函数值的地方 慢慢往3靠近嘛 所以根据刚才的经验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h of x 它的极限值啊 因为s不等于1嘛 所以我还是一样可以上下 把它约掉啊 得到极限值是3 只不过你现在的3呢 跟这个h of x 的在x等于1的函数值 并不相同 因为这个h of x呢 它在1它有另外定了一个函数值 那gx刚刚是没有特别定嘛 所以我们说 刚才的gx啊 它在s等于1的极限值 是存在的 可是 跟它本身的函数值无关 那现在的话 这个h of x呢 你另外定了一个1 那结果你的这个函数值跟极限值是不相同的 也就是说 这三种情况告诉我们说 其实函数的极限值 是不是一定会跟这个函数的函数值一样呢 其实它存在三种不一样的现象 有时候会刚好一样 有时候呢 你函数本身就没有定义 第三种状况是 就算像这个h of x你有定义 你的极限值跟函数值还是不一样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会有极限值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 of x 如果我现在把p of x呢 写成x分之x的绝对值 好 那这时候我关心的位置是x趋近于0的时候 那这个p of x会不会趋近于某个定值 换句话说就是p of x 会不会在x等于0这个地方 趋近于0的地方有极限值 会不会有呢 那我现在就来讨论它嘛 一样的 我现在画它的图 首先 因为有绝对值出现 我就先讨论x大于0 好 那x大于0的时候 你的绝对值无效嘛 所以p of x呢 上面的x绝对值会变s 那跟分母两个人消掉就变成1 所以你看到我画起来的图在右边 它是一个水平线 然后你要特别特别留意哦 在y轴上那边我画的是空心 因为x不能等于0 它在分母 另外如果s小于0的话 那经过绝对值它会变成正的嘛 所以我们拆掉绝对值要加负号 这时候的p of x呢 会变成x分之-s嘛 那你算起来要变负1哦 所以你画起来的图形 它反而是 右边这个图里面的左下方 有没有 它也是水平线 但是它是从负1往左边跑 同样的在0那个位置是空心的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p of x的图形长这样 那当你的x往0靠近的时候 如果你是从0的右边来靠近 那这时候你的答案 就会往1这个地方靠近 可是如果你从0的左边来靠近 那你就会用到左下方这个图嘛 那你的函数值 就会往负1的地方靠近 这下子就会发生一个状况 在0的左边跟右边 它这两个数字在靠近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强调极限值 都会特别特别要求 你要往某一个定值 只能一个定值嘛 那你现在从0的右边靠过来是1 从0的左边靠过来是-1 这不是某一个定值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 它不会是收敛的 也就是说它的极限值不存在 好 那所以并不是所有函数 它的极限值 你都刚好可以算得出来 那你就要看它有没有趋近一个定值 好所以我们现在 在刚才的例子里面就会发现 左边靠近跟右边靠近 好像有时候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来定义一下 函数F 在X趋近于A的时候 左边靠近跟右边靠近 我们给它一些名称 分别是左极限跟右极限 那什么叫做右极限呢 就是X从A的右侧靠近 那怎么去写这件事呢 你就注意到X画了一个箭头 对不对 我在A的右上方写了一个加号 代表我从A的右边靠近 那这时候 如果我在A的右上方写了一个-号 那就是我从左边靠近 可以用这个符号来做区分 那么当我们说 X从A的右边靠近 你的函数值也会趋近于一个定值 那我就会说 这个函数在A的右极限称为 在这里老师把它定为L1 同样的 如果你从A的左边 慢慢的去靠近 你的F of S的函数值 会趋近L2 那这时候我就会说 F of S的函数值在 A的左极限叫做L2 现在在这边我把它定为L2 称它为F of S的左极限 那怎么样的状况 才能说这个函数在A这个位置 它的极限值是存在的 没有问题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像刚才那个例子 你S趋近于0的时候 你的右极限是1 你的左极限是-1 那你左极限是不一样 一个往上跑一个往下跑 所以你看左极限右极限不相同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它极限值不存在 所以如果我想要知道 这个函数的极限值存不存在 我们可以透过左右极限来加以判断 第一个当左右极限都存在而且相同 请注意要都存在而且要一样 不是存在就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那你在这个位置的极限值就是存在的 而且就是你的左右极限的那个值 这是有关于函数在某个位置的极限是否存在的条件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件事 好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 FS在S趋近于A 它的极限值如果要等于L 也就是它极限值存在 充要条件是左右极限都要存在 而且就是你要的那个L 好啦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把刚刚所讲的几个例子 都合并在一起看 那FofS在S趋近于A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有时候存在 那你这个函数图呢 有时候某个位置是有定义没定义 一样或不一样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 首先第一种情形 你的FofS在S趋近于A的时候 如果极限值是L 第一种状况就是函数值跟极限值可能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种状况是 我极限值是有的哦 可是啊 我在那个位置的函数值是没有的 就像刚刚举的那个GofS的例子 也就是说你函数值存在不存在 其实不影响 函数在那个位置的极限值 第三个 像我们前面所举的HofS的例子 我的极限值存在啊 那你函数值也存在啊 可是函数值跟极限值不一样 这样有没有关系 不影响我们说函数在那个位置的极限值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完这些例子 你就会发现函数值跟极限值 不必然有什么相互的关系 那甚至于 也有可能说这个函数 其实像刚刚的PofS 它的极限值是不存在的 好 那这是我们在前面几个例子下来 所整理的结果 接着我们来看一些范例 首先如果呢我现在的函数是 x-1分之 x乘上s的绝对值-1啊 那我要问 x在0 有没有看到 右上方有个加号 所以我是要从0的右边 来看它的右极限 好 所以从0的右边哦 那我现在的x一定是正的 因此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题目里面的 x绝对值 直接拿掉 反正它是正的 好 所以你的分子就会写 x-1 好 再来 那上面有s-1 下面有s-1嘛 你可以上下同时约掉s-1 为什么可以约掉 因为你的x从 往0靠近嘛 你一定不会是1嘛 所以可以把它约掉 那就会变成是 s加1在0附近的极限值 那算起来是1嘛 所以这个题目的右极限就是1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我来算一下0的左极限呢 不知道会怎么样 好 那现在如果你从0的左边来 那x就是负的啦 所以我把那个绝对值拿掉 有没有发现呢 我现在就不是写s平方了 我写-s平方 好 结果你这样写不能约分啊 不能约分 对不对 可是x因为很靠近0嘛 很靠近0的时候呢 我就把s只用0下去带 你就发现分母是0-1 上面是负的0-1 结果上下都一样 是负1嘛 除起来也是1 那你从这两个小题 你就会发现 从0的右边来看极限值答案是1 从左边来看也是1 那这时候有没有发现 左极限 右极限竟然是相等的 那我就可以跟人家说 针对这个函数 它在0这个位置 左极右极都相等 所以它在这个位置的极限值是存在的 而且就是这个1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利用左右极限 来求函数在某个位置的极限值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函数 高斯函数 那高斯函数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有画过它的图形嘛 各位同学应该还记得 它的图形呢会是一个阶梯状的一个形状嘛 好 所以我们又称它阶梯函数 那现在呢 我想要算这个高斯函数在-3 注意哦 它的右上方是不是有个加号 所以我是要从-3的右边 来看x趋近于-3 它的极限值是多少 那如果你在-3的右边 你应该是-2点多 所以进到这一个高斯记号运算的时候 比-2点多小一点 然后你要找最大的整数 那就是-3嘛 所以你得到的结果是-3 好 可是呢 我现在如果去找同样这个题目 我是从-3的左边 所以你看到-3上面是写一个简号 左极限嘛 那你在-3左边你就会变成是-3点多嘛 那高斯记号要找比它小的 所以你就会变成是最大的整数是-4哦 你算起来的极限值是-4呢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3这个位置的 左极限跟右极限一个-3一个-4 对不对 它并不相等啊 所以高斯函数在-3这个位置的极限值是不存在的 这个就是我们利用左右极限来判断在这个位置 这个函数它的极限值是否存在的一个立体 好 那所以哦 你要注意一下 它其实在-3这个位置 你说高斯函数它的函数值有没有 这有的耶 所以回到刚刚我们所讲的重点 函数值跟它的极限值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 所以各位同学要去区分这两个问题 以上呢 是我们在这个单元介绍函数的左右极限 来帮助各位同学找到函数在某些位置 它的极限值是多少 请各位同学要记得再回去看一下 如何使用左右极限来做函数极限的确定